我之前改装过一个涡轮喷气滑板 急速我感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是滑板是站着的 我不敢担时间全油门 怕人会飞出去 这一次 我打算用小朋友的扭扭车来试一下 扭扭车坐着还可以降低风阻 说不定急速可以更快 首先 找楼下小朋友借一个扭扭车 用CD随便画一个涡喷固定支架 机关切割出来 用木工胶全部粘起来就好了 我怕强度不够 核心板用的还是三层 底面加了三根重量 等木工胶干的差不多 就可以固定到牛油车上面 直接自攻螺丝打满 窝喷发动机从飞机上拆一个下来 这个发动机推力是8公斤的 上次涡轮喷气滑板也是这个发动机 滑板还没有压榨出它的全部性能 就看这一次能不能行了 油箱还是和滑板一样的 135毫升的 满油门也就两三分钟 这一次控制油门和自行滑板不太一样 用的是一个旋钮 优点就是坐在车上不用抱着一个摇红器了 缺点就是如果从车上摔下来 油门基本等于焊死 冷卜在车上它也能保持全油门狂奔 准备启动 点火 哇 供油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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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室内还是不要给它点着了 问题是没问题 刚刚已经在加速状态 这个窝喷它就是可以油老虎 我上次试了一下 但是一箱油也就两三分钟 还好我有天猫 这个618我选猫更省 数码家电 美专各户 临时日用全猎木产品品类齐全 天猫618 巨化算 直降超痛快 正品大牌 管覆盖 爆款监货 不止五折 一键直接痛快买 来分蓝金吹风机 天猫618 609元就能get到了 猫牛冰淇淋雪糕系列 8种口味30只 直降后直降只要109.6元 吉卡农金之塔户外战棚 无中感大空间 带你看遍万千三合美景 天猫618到手只要2499元 打开淘宝APP 搜索618巨化算直降 就能直达活动组会场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字顶评论链接 就可以快乐下单 618准时放假 更省得好物在哪里 这个618我选猫更省 好了我们继续去试一下 这个涡轮喷气扭扭车 先把电装上 看一下 现在是停止状态 准备启动 点火油门最小 点火 好点火了 转速5000 6000 4万750000运行 可以了 身材运作 阻力有点大 跑不动 加油 他有点脏屁股 这轮子没有必胜 把这个护具穿起来 穿起护具来可以来一段大直线 好了加上了 刚刚这个跑了多久 4分钟5分钟 就跟那个战斗机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护具太小了 先启动 准备点火 好了好了好了 5万 走 车子要废了 哈哈哈 鞋子要废了 哈哈哈 我感觉我的屁股已经不是我的屁股了 这里有最高速度 43 几近距离 一公里 一公里半箱 刚才就一半 一公里半箱 看了一下 它这个轮子这里 轴唇这里都磨霉了 这个轮子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速度 这边也有一点点 你看 全部磨废了 好了没法跑了 跑不动了现在 回来说我很不甘心 我又重新买了四个聚安子轮子 打算安装好再去标一下 挑战一下涡轮喷气年轮车的极限 准备启动 点火 预热 9千1万 好正台运行 走 加油 来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猜猜多少 最少60 52 最高时速52 运行1公里 然后 放箱油没了 跑一圈三分之一箱 换成这个轮子的话 用箱油可以跑3公里 好了 今天这个 涡轮抨击滑板车 测试完毕 它还跟我想的差不多 可以跑50多公里每小时 就是 在极限一点的话 我觉得上60是问题不大的 刚刚跑50是从这边 还是一个上坡 如果下坡的话 从那边反方向来 应该是可以上60的 但是我不太赶了 速度太快了 然后 你们还有什么 想让我试一下的 比较硬核的改装 给大家证明的评论区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结束 我觉得这视频还不做的话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 我是穆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特别像扛起了一把激光枪 冲锋陷阵的感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